日本人是如何收割胡萝卜的 微型收割机上场 收割干净高效 胡萝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蔬菜 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常吃胡萝卜对身体有益 因此深受人们喜爱 胡萝卜在世界各地都有种植 我国是胡萝卜生产大国 除了供应国内之外 每年还大量出口到国外 胡萝卜一般在8月份种植 11月底收获 每到胡萝卜收获的季节 种植户们需要雇佣工人进行收割 在我国 胡萝卜的收割采用人工收割 费时费力效率低 日本虽然是一个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 而且他们的土地类型和我国十分相似 以山地河丘陵为主 但他们的农业却十分的发达 全部实现了机械化 而且他们的农机并不像欧美国家是大型农机 日本的农机绝大部分都是微型农机 这样十分适合小而分散的农田耕种 日本的农业机械在世界上十分的有名 而且各式各样 那么他们是如何收割胡萝卜的呢 他们收割胡萝卜还是像我们一样人工收割吗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我们知道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 耕地面积有限 农业十分的发达 他们200万农民养活了1.27亿人 水稻产量基本实现了自己自足 其他粮食作物和蔬菜瓜果的产量也不错 他们研发了许多先进的农业机械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就连胡萝卜的收割 都是采用微型农机进行收割 不得不让人佩服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型农机 是如何收割胡萝卜的 地里种植了大片的胡萝卜 一片绿油油的景象 等到胡萝卜成熟的时候 他们开着收割机进行收割 这是一台羊马微型收割机 专门为胡萝卜和白萝卜的收割而设计的 别看收割机很小 但它的收割效率却不小 收割机前面有一个尖铲 上面有两排钢钉 机器往前开的时候 尖铲会铲到地里 将胡萝卜拔起 接着胡萝卜精会被两排钢钉收拢 通过传输带被送入到上面的切割装置 切割装置是一个高速转动的切割盘 胡萝卜经过切割装置的时候 胡萝卜精液就被切割下来了 切割下来的精液被甩到田里 胡萝卜则经过镂空的传输带被传送到后面的石剪台 此时大部分泥土就被过滤掉了 石剪台后面坐着一个人 将传送过来的胡萝卜进行分类装框 就是这样一台V型胡萝卜收割机 每个小时能收割一亩地 效率还蛮高的 日本人收割胡萝卜 竟然有这么精致高效的收割机 大大提高了收割效率 相比我们 我们大多数胡萝卜种植户 还是采用人工收割 不仅费时费力 而且效率还低 增加了人力成本 对于种植户来说 由于人工成本高 市场价格低 所以种植户最后能赚到的钱并不多 要是我国能引进日本这样的收割机 对于种植户来说 不仅能够节省收割时间 还能够减少人工成本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 请点击关注支持 屏幕下方点赞 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见